我覺得因為我們工作上很多時候都是人與人之間合作為主 除了自己個人工作之外 很多時候你做每一樣的事務都是幫一個團體 一些你的同事合作 其實合作上來說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對方要明白你說什麼 對方要相信你說的東西 對方也要對你有一個信任 就是你譬如說大家合作做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對方 都是會用一個很盡力的心態去完成一個目標 或者一個目的 所以我覺得誠信這方面來說 誠實和給別人的信任感是所有工作的一個基礎 如果你是沒有一個誠信在裡面的話 其實你很難很完善地做到一件事 譬如我們幫一間學校 譬如大家譬如說有一個合作的計劃 譬如說在香港譬如大家合作了一個課程 譬如說對方要投入一些資源 譬如說私資 譬如說大家負責不同的項目 一些的教材 教學 我們大家要知道我們這個項目 大家的目標是什麼 也許大家應該相信對方 會根據這個項目要求 是盡力的投入 適當的資源去做好這件事 譬如我們很簡單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幫任何一個夥伴去做這些計劃的時候 誠信是我們的基礎 譬如說你對你的一個 所謂拍檔 你是說啊 我不知道我做這件事 我會盡力了 他會不會呢 這些都是打了折扣的 所以做事來說誠信是很重要 當然人人之間 就算不是做一件事 大家的對講 大家的表達意見 那你也想別人 是相信你說的東西 如果對方跟你說話的時候 是不相信你說的東西的 其實那一件事已經沒有意思了 所以我們其實覺得 無論是同學好 我們所有的在校的同事來講 我們都做事 我們希望大家都有一個 互信 即是一個關係在那裏 講大這裏社會來講 如果社會上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誠信 沒有一個互信的話 其實你做很多事情 我們會用一句 逐一點的話 其實你成本增加了